嗨大家好我是Ashley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發覺呢 最近我只要跟那種平常 聯繫頻率不是很高的朋友碰面的時候 大家都一定會問我一個問題就是 你去年在海外投資房地產 現在怎麼樣了 所以呢我相信絕對也有 非常多youtube的觀眾 或是Sugar們 想要了解這整件事情現在到底是怎樣 所以我今天就拍這支影片 讓大家follow up一下 為了有一些可能之前沒有follow到的觀眾們 我去年下半年的時候 在越南投資的房地產 那從我去考察到買房子 裝潢 包含遇到一堆鳥事 我都有拍影片 所以你如果感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這支影片看完之後回去找 我這個房子呢 我在裝潢快要完成的時候 我就開始很積極的找越南當地的中介 有透過朋友介紹 然後有上網找 我甚至還自己一個人 就花一整天的時間 一間一間拜訪越南的中介公司 然後讓市場知道說 我這邊有這個房子要出租 那我這個房子 它的裝潢在越南其實算是很高檔的 你知道的 總要自己先用過吧 所以呢 那個時候我找了朋友來玩 然後自己也在那邊住了大概一個星期的時間 那你自己進去住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居住環境缺少什麼東西 所以就去把它買完補齊 之後我就回台灣 然後就開始正式招租了 剛有說到這個房子的裝潢是比較高檔的嘛 其實我當時是依照一個我自己願意住的規格下去規劃的 所以其實當時裝潢是花了不少錢 相對的我租金也提的比較高 那我的想法是 我不想要就隨便出租出去 我這麼用心的把它當作自己家在照顧 我寧願租慢一點 然後租給那種付得起這樣的房租 然後數值也比較好的房客 我也不要降低我的租金 然後隨便租出去 那我的房子裝潢很漂亮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有非常多人來看房子 但可能我的租金真的太高了 所以雖然很多人來看 但是都沒有真正簽約的 在等待願意接受這種租金的房客的這段時間呢 我就覺得說房子空著也是空著好浪費喔 於是呢我就開始做起Airbnb 因為我那個房子的地點非常好 它基本上就是在河內的金融中心 他們的地標大樓旁邊 其實就有點像是在台北101隔壁的概念 所以呢我做Airbnb出租率非常的高 然後就是很多人租 但是Airbnb就是比較麻煩 你要處理一些很瑣碎的事情 例如你要隨時看手機啊 然後房客如果遇到什麼問題 你就要隨時幫他處理 也很幸運啊 那個時候找到了一個越南當地的小助理 然後他很能幹幫我處理很多事情 所以Airbnb算是蠻順利的在進行 那一直到了2020年的3月左右 就是COVA19事件嘛 那開始越來越少人進去越南裡面旅遊 他們也封城了 所以我的Airbnb就開始越來越少人住 那這個時候又有那種長租 年租的房客去看房子 我此時此刻我就願意妥協了 我就有降低我的租金 然後房子非常快就出租出去了 我的房子出租給了一個韓國的家庭 有一對夫妻跟一個小孩 我其實不太確定 因為自從開始做Airbnb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出越南 我也沒有見過他們 我甚至根本連他們長什麼樣子 我都不知道 好 總之呢 我當時是簽了一年的合約 然後我要求我要有兩個月的押金 跟一次付久一點的租金 但當時這個越南中介跟我講說 哎 越南沒有人這樣搞的啦 大家都是一個月的押金 然後租金就是一次付一季 一次付四個月 那他們的服務費也是一個月的房租 那我當然想說 OK 好吧 就是我想要趕快把它出租出去 就可以把這件事情放下 然後我可以更專注在我原本的工作上面 一直到昨天晚上呢 我在整理我的帳的時候 我發覺到說 哎 我第二季的租金 應該要在一個星期前就要進來啦 怎麼現在都完全無暇無息 所以我就聯繫了這個越南的中介 然後也聯繫了韓國的中介 因為我這個房子是我透過越南中介 越南中介在透過韓國中介 韓國中介找到了這個家庭 然後我們才促成了這個腳印嘛 那我聯繫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回音 於是我就把我的手機打開 我這個房子呢 我有裝智慧門鎖 所以我可以在我的手機 就是直接開門鎖門 設定密碼 我也看得到他們進出的記錄 那我就發覺到說 哇 既然在我聯繫他們 說我沒有收到錢的時候 他的門瘋狂 不正常頻率的進出 就是可能半個小時就開一次 然後可能在一個下午裡面 開了二三十次 就讓我覺得 哇 現在是在聯繫搬家嗎 於是我就直接 馬上打電話給這個越南的中介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個韓國的家庭 因為他們家人在韓國出了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不租了 就感覺這個越南中介是 好像早就知道了嗎 還是怎麼樣 反正總之呢 他們都這樣講了 我能怎麼樣 頂多扣他們的押金 但這個押金其實就是 這個中介公司收走的服務費嘛 然後有趣的事情來囉 我後來跟了我兩個 也有投資這個建案的朋友聊 才知道說 他們兩個把房子出租出去的時候 他們都是收了兩個月的押金 半年的租金 所以等於他們一次就收了八個月 那我呢 我只收了一個月的押金 跟三個月的租金 所以我就覺得 這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就有點問題嗎 再來呢 我們三個人 我們都是台灣人 但我們並不是 約好一起過去那邊投資 我們是在那邊才認識的 那我們三個人呢 分別找了不同的設計公司 幫我們裝潢 那我的部分呢 剛剛有提到嗎 我其實基本上就是以一個 自助的規格下去規劃的 加上我這個設計師 他其實 我覺得他很用心 然後他也幫了我很多忙 所以當時報價是稍微高一點 但我覺得沒關係 就讓他做 其中一個朋友呢 他是律師 他就是屬於那種 比較謹慎小心的人 然後他也很精打細算 所以當時呢 我們房子都交屋囉 他超級不及的裝潢 他就是慢慢看 慢慢找設計師 然後最後給他找到了一個 大概他花了我6成的裝潢費 就裝潢到好 而且還不差喔 他的租金收的跟我一樣 他是只花了我6成的裝潢費 那我另外一個朋友呢 他是一個生意人 他就是屬於那種比較 啊無所謂啦都可以 然後那種好好先生 他最後呢 既然花了我大概1.6倍的裝潢費 等於是這個律師朋友的 2.5倍的裝潢費 然後他最後出租的租金 還比我們兩個都低 而且呢 幫他裝潢的這個設計師 既然跟我的越南中介 是同一個人呢 那我拍這集影片 跟你們分享我的失敗經驗 也是想要讓你們知道 今天不管你是要在海外投資 房地產海外投資 其他不是房地產的東西 甚至你只是要在台灣做投資 當你需要請人幫你處理事情的時候 請一定要找責任心中的人 值得信任的人 可能會有人講說 我怎麼知道這個人值不值得信任 大家都剛認識 如果不是朋友介紹的話 我覺得 至少要有一次面對面的碰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可以在 跟他碰面溝通的過程中 去觀察這個人 你可以看他跟你講話的時候 他的肢體語言 甚至是他的氣場 如果這個人講話前後不一 或者是他講話邏輯不通的話 那你就要格外小心了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犯這種第一次錯誤 我覺得我犯的第二個錯誤是 一旦你設定好 你這個標的是要拿來做投資的 就不需要像我一樣花那麼多錢在裝潢 不需要像我一樣把他當作自己家在照顧 不需要像我一樣放這麼多感情在這個物件上面 畢竟我們今天是做投資 投資的目的就是讓他的利益最大換 就是要盡可能的壓低你的成本 讓你的利潤提高 更何況你根本不知道 你房子出出出去之後 你的房客是不是跟你一樣 愛護你自己的房子 對吧 謝謝你看到現在 希望我很快的可以再跟你們分享一些 絕對是好消息 也希望大家可以投資賺大錢 雖然這聽起來很庸俗 但誰不愛錢呢 對吧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問題呢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給我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我要去找訪客了 我們下次見 Peace